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天下午 林鄭召開了行會的特別會議 去到傍晚六點半鐘的時候 就趕了出來開記者會 在會上她宣布 行會已經通過了兩條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的新增規例 第一條是這麼說 禁止多過四人在公眾地方聚集 3月29日禮拜日的凌晨零時生效 為期十四日 哪些情況可以豁免呢? 因為工作、維持政府功能 在法庭、立法會和區議會裡頭 履行職務 因為喪葬禮和婚禮而衍生聚會 以及承搭公共交通就可以豁免 這些措施聽起來好像很合理 但魔鬼就埋藏在細節當中 林鄭認真是陰濕的 包藏和心 遮防控為名 搞這些惡法出來 你不是要禁止四人以上的聚會 根本就是無保於是嗎? 首先來說 除了公務員和少數私人機構職員 可以在家工作以外 其實每天仍然有大批市民 在上落班的時間是要出行的 而且他們去吃午飯的時候 一樣會面對風險的 難道你那些巴士四人開車嗎? 難道你那些火車、地鐵四人 就開車什麼一個車廂? 沒有可能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一樣會面對風險呢? 其次的就是在執法上會有困難的 到底你那個聚集的定義是什麼呢? 若然你那個定義是定得太闊的話 留白的空間是太多的話 到其實在執法的時候 就很需要依靠那個執法人員 即是那些警察的主觀判斷 就由他的主觀意願來判決 到底那幾個人是不是在聚集中 如果在一個民主的國家 你在採取防控措施的時候 留一個相對較大的空間 來給那些執法人員操作的話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在民主的國家 但是你在香港就不行了 對不對? 在過去的大半年 我們都很清晰 這些香港警察是如何去選擇性執法的 當這條所謂的規例生效的時候 你在街上見到那些藍絲或撐警人士 多於四人並排而行 你會不會馬上來抓他們? 你會不會看到那些黃絲或青年 剛好多於四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馬上去抓他們? 到底你的執法條線在哪裏? 是不是一視同仁 還是搬龍門? 你制定這些空洞的條例 就是會助長警察去濫權 在香港的情況下 因為你不是民主國家 你對於警權沒有任何制衡 在目前的制度下 難免市民會質疑 到底你搞這條條例 是不是借防控為名 打壓市民的集會自由 基於你林鄭和香港警察的往跡 你就很難免市民會有這些質疑 一天你不採取一刀切的辦法 搞這些不湯不水的規例 根本上是多餘的 第二條的規例說 要管制餐飲業務和若干處所的營運 這條規例將會在3月28日 星期六的下午6時生效 為期又是14天 食店要遵從六項要求 包括入座率不能超過五成 每張桌要保持1.5米的距離 每張桌不能坐多過4個人 在食店裏都要戴上口罩 那些食客飲食完了之後 聊天也要戴上口罩 進去食店之前 就要鮮量體溫 食店還要提供出手藝 以下的娛樂場所就會關閉 機埔浴室、健身中心、球桌 保齡球場、溜冰場、電影院 以及派對房間的Party Room 似乎聽起來很合理 關閉這些東西 問題就是 你只是說那個食店 食店一間有多少位置 大家都清楚 你說要保持1.5米的距離 那間食店能夠容納到多少人 分分鐘放幾張桌就已經沒有位置了 坐十個八個食客就已經爆滿了 好了 爆滿以後怎樣 其他食客就要在門外排隊 在門外排長龍 是不是一樣會構成風險 而且會否違反了禁止四人以上聚集的規例 請問 到時這些食店這樣做生意 比不做更慘 人就要聘請回來 對不對 人工照資 然後做生意就有限 那你是不是想別人去倒閉呢 好了 現在來說 就說不要談保助治 遲些是會有的 對於這些行業會提供財政支援的 但是方向就是要求僱主不要裁員 如果裁員就會影響申請津貼的資格 支援就會以保障員工為主 那老闆怎樣 老闆熬不住什麼 又會倒閉呢 一間店可以做到多少食客 我請問 好了 這已經是第一件事 因為你不想上身 因為你在目前這一刻 就不想搞到這麼大規模的停擺 所以你就把這些所謂節衝的辦法 好了 如果你說要關閉人家的娛樂場所 現在你就叫人家不要炒人 就是叫老闆頂樑 那你那筆資助是何時到位才行 若然那些企業的老闆 發現頂了兩頂 頂不順 直接把企業接了 那你到時找鬼來支援嗎 你學一下加拿大的總理 人家向每一名失業人士 派兩千家園的現金 十天就到位了 進入戶口那裡 林鄭又說派一萬元給市民派到哪 現在 完全是指紋樓梯 去到哪 剛剛才是 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 現在比非洲的落後貧窮國家還差 麻煩你學一下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日本 全部人派的東西是很快的 澳門都比你快 全部都是垃圾 飯桶 而且現在只針對某些行業 來提供財政的支援 這樣又違反了公平原則 你現在叫那些波樓 叫那些機店關閉 人家就關閉了 頂到多久又可以多久 如果頂到 就可以拿到你那些財政支援 現在也不知道多少錢 只有一個廳字 人家都照等你 但是其他行業 一樣是打開門口做生意 一樣是那些業績一落千丈 剛剛才是每天的營業 跌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些行業你找誰補助 林鄭如果真的有擔當的話 你就應該宣佈一刀切的辦法 是不是 全港所有行業停擺 由特區政府統一補貼 無論是對那個企業 或者對那個僱員 你都作出補貼 你絕對是有這樣的財政資源去做 你絕對是有這樣的行政權力去做 你就照樣引用這個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來新增一條規例去做 簡直是索性封城 在香港 封十四也好 二十一也好 二十八也好 不管你 總之你封多久 你就補貼多久 那就最好了 那又公平 你不用說有些行業就可以休息 有些行業就繼續上班 難道那些人的命賤一點 剛剛才 那其他打開門口做生意 那些人一樣會吵你 為什麼你對於那些波樓 電影院就有補貼 派對房間也有補貼 我賣麵包也沒有補貼 賣文具也沒有補貼 那到時這些商店 問誰拿呢 人家一樣是虧的 所以你最好的辦法就是 一時同仁 一體均接 不要分哪個行業 反正你停擺了以後 所有人在家裡 要發作 那你就送去治療 那你就可以把所有潛在的人士 一律找得出來 那你28天以後 或者14天以後 重新來啟動社會的經濟活動 那你一天都下降了 好過你現在這樣做點 又不做點 全都是垃圾 而且人家都會質疑你 到時你會不會選擇性執法呢 你又說要1.5米距離 一會又說入座率不能超過五成 好了 你會不會只是針對那些黃店的請問 今天就已經有宗消息傳出來了 有一間在大埔的黃店 就說他的粟米石斑飯就沒有石斑 接著那些海關就可以抓人 說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那沒辦法 他只是寫錯了 他自己也認寫錯了 那沒問題 但只是黃店出事 藍店有沒有寫錯 藍店有沒有人去抓 好到其時你這條規例 管制餐飲業和若干處所營運的規例 現在已經通過了 你執行了 到其時你那些警察和執法人員 會不會只是針對黃店 就在黃店門口盯緊你 你那間死人家 1.5米距離 找人真的找一把尺去量 接著就全天後找人站在門口外 數實你到底店裡有沒有坐過一半人 你是否這樣做呢 你還不出來 你猜 一群人不務正業 拜託你不要弄這些無謂的事情 特區政府一刀切就最好 左腳又弄 弄得那麼複雜 又被人質疑 你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拜託你 再弄兩腳 現在單日已經爆升了65宗 再不停擺就離不及了 當個案數字如果真的上升到過千宗 甚至乎是下幾千宗上萬宗的時候 你不一樣是要跪下 你不一樣是要停擺 你不一樣是要等到那個時候才會去做 現在你不做了才會 作為一個預防的措施 你等什麼呢 你是不是不想上升 你怎樣做特首 你怎樣擔戴這些人 明天就是周末 後日就是周日 我在這裡作出一個溫馨提示 希望各位益友千萬不要參與交遊活動 或者不要去人多擠迫的地方 如果在周末和周日要上班 那沒辦法 硬著頭皮也要上班 但是記緊一點 下班以後 盡快就回家了 如果要去超市 去街市市場買菜的話 盡量選一些非繁忙的時間 不要等到下午最多人的時間才去 那真是麻煩了 祝大家身體健康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